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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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它们周围怎么聚集了这么多蚂蚁 还给它们按摩啊 别急 让我查查看 哦 这些蚂蚁是黑鹤取副鱼 它们是把牙虫当成了奶牛在放木呢 它们之间是互利共生的关系 昨天我们了解到牙虫是靠植物的枝叶生活的 而它喝下的多余液体就会排出来 就是它冷晶晶的粪便 令你含有丰富的糖被称为蜜露 而黑鹤取副鱼非常喜欢吃甜食 蜜露是它们的最爱 所以它们才会圈养保护牙虫 举副鱼用触脚拍打牙虫的背部 其实并不是给它按摩 而是为了促使牙虫分泌蜜露 就好像人类跟奶牛挤奶一样 好神奇啊 原来蚂蚁也会放木吗 那它为什么不叫黑鹤放木鱼呢 嗯那是因为它们有极强的领域性 小心 完了被发现了 它们举起下腹 扬起触角来恐吓 甚至攻击入侵者 就像现在这样 哇所以才叫黑鹤取副鱼 好几秒我们歇一会儿吧 或许我们还是赶快离开的好 这里貌似是黑鹤取副鱼的老巢 啊蚂蚁的巢穴不都是在地面上吗 的确大部分蚂蚁是住在地面上的 但是住在树上的也有不少哦 像这个举腹椅的巢穴 就是用植物叶片 金干叶饼等筑成纸样巢挂在树上的 全世界大约有一万五千多种蚂蚁 它们都是社会性动物 不会脱离群体独自生活 但不同种类的蚂蚁种群 生活方式各不相同 有些从来不住潮的蚂蚁 例如行军蚁 它们不停地迁徙 一路上吃掉所有它们碰到的昆虫和小动物 在行进过程中 工蚁用自己的身体为幼虫和蛹 搭建临时宿营地 主要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 我们见不到的 倒是有一种出现在我们身边的入侵物种 才要注意 它叫做红火蚁 腹部末端与熬针 会爬上人体皮肤后熬钉 并注入毒液 而且红火饮食性杂 既可是土壤环境中吐气的动物 如蚯蚓 也是农田害虫 还会吃农作物的种子 果实 柚芽 嫩鸡与根细 影响农作物的生长 与收成 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所以见到的话 一定要告诉专门的管理部门 去消灭掉它们 好了 现在已经很晚咯 我们该回去了 我还想继续看看其他昆虫呢 不着急嘛 下次带你去看看夜晚的昆虫 好吧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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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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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